有一好 沒兩好 有快樂就有悲傷 嘗過百味的日子 體驗人生大小事 你現在收聽的是 求知不得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球 歡迎大家收聽求知不得 這一集的全新計畫呢 已經來到了 過年六 祝大家新年快樂 講到新年快樂啊 我記得我在那個2021的12月31日 就是跨年的時候 那天一天我表演完回家 1月1號吧 大家都很瘋狂的在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我已經發到 就是有回應到有點ㄎㄧㄤ 我還祝人家生日快樂 然後是一個長輩 然後他就回我說 小球 我生日早就過 我就說 老師就一起住 一起住 我就覺得超尷尬的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因為祝福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好像有一種被綁架 網路綁架的感覺 可是啊 今年啊 已經來到了過年 不知道大家1月過得怎麼樣 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點的瑣碎跟忙碌 可是不知道大家覺得說 現在要過一個能力的新年 有沒有一個新年新期望 我覺得大家可以重啟大家的新年新期望 不知道你是屬於發紅包的那一個 我是屬於發紅包的那一個 或是你是收紅包的那一個 今年是大年 今天是大年初二 大家有沒有上哪去走走逛逛咧 有沒有花大錢咧 在新的一年啊 就比較好奇的是 大家在收到紅包滿滿的時候 你會把這個紅包放到哪裡去 那我們今天呢 特別邀請到 梯子趴趴走的作者谷子 來讓大家五年有個新的開展 打開新的視野 眼界 看看別人手裡創造的人生 然後來知道說 欸 其實原來畫畫 畫漫畫 或者是成為一個自己喜歡成為的一個大人 到底是怎麼樣一步一步的走出來 讓我們來歡迎谷子 大家好 我是谷子 谷子你是屬於害羞的人嗎 嚴謹的人 應該還好啦 都不是 那你現在會緊張嗎 現在還好 因為我錄了好幾次Podcast 那我想要問欸 新年新期望 你有沒有為自己許一下特別的 比如說今年希望把版權賣到 比如說其他歐洲啊 什麼什麼的國家 我覺得我能把東西交出來就已經很好了 我現在就是不知道 大年初一 就已經想說我年底的時候 到底交不交得出來 天啊 怎麼會覺得有一種被趕著的 好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之前是因為 鹽鐵花那一本書 然後就認識了 梯子趴趴走這本書 因為那時候是大蠟 就是他們來推薦我說 欸 這兩本書很好看 然後其中一本就叫梯子趴趴走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是因為我壓力 工作壓力真的超級大的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來看一下漫畫好了 然後就越看越有精神 是什麼意思 就超有趣 我想要請骨子跟大家介紹一下 梯子趴趴走這本書好不好 她就 作家就是一個叫梯子的台灣女生 然後她去日本用聽著約炮的故事 對 就是一句話剪輯就是這樣 真的很 言簡易改 那你當初為什麼要創作這本書啊 喔 因為我就是 呃 會想創作出來 就是因為我想要看的漫畫沒有人畫 那就只好自己畫 你想要看的漫畫沒有人畫 你是一個非常喜歡看漫畫的人 啊對啊 我從小就一直看漫畫 我喜歡那個啊 義大利亞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們那時候流行的那種少年漫畫 是家庭教室啊 喔 完了完了 我真的是一個沒有在看漫畫的人 我要哭了 對啊 人家哭了 所以你從小時候到你現在出了社會 漫畫都不離神欸 應該是這樣 那你那時候非常喜歡看漫畫 然後就有想說 未來想要當一個漫畫家嗎 嗯 其實沒有特別想 應該說一開始小時候 就其實你觀察一下 就知道說 市場是被外國作品壟斷的 應該說不是壟斷 是大多數是外國作品 那你會想說 那我們自己的人有畫漫畫嗎 那那時候小時候我們 我們國小的時候會流行 班上傳閱一本叫夢夢的雜誌 嗯 夢夢就是台灣自己出的漫畫月寬 那上面的作品有一半是 一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是日本的作品 那那個就是跟日本牽版權進來的 那只有一點點少數是台灣人的作品 然後你看那些作品才會知道說 喔 原來台灣也有人在畫漫畫 然後上面也會有些比賽資訊 你就知道說 喔 原來從這邊投稿的話 就可以成為漫畫家 會有一個路線比較明顯 知道說喔 那如果要讓漫畫家參加比賽 嗯 然後比賽上了之後開始連載 才能叫做一個漫畫家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走向 對 走向是這樣 不然的話你在之前 你只看得到漫畫的成品 你不知道說 那他是怎麼被生出 啊 裡面的人是從哪裡來的這樣子 嗯 那畫漫畫這件事情 是你本身就是有 這種畫畫的天賦跟才華嗎 喜歡動筆去做這件事情 應該只是從小一直畫一直習慣 那是因為小朋友 大家小時候應該很流行 應該有個時期就是小女生會流行畫畫吧 就是那個班上最會畫畫的女生 她身邊就圍繞一群人 對對對 那大家就會跟她講說 你可以幫我畫那個嗎 你可以幫我畫那個嗎 就是那時候開始的 對 那就可能 從國小一二年級開始吧 就一路這樣子 你得到那個地位之後 你就是成為班上最會畫畫的人 就是要鞏固那個地位 然後導致你 接下來的小學六年 你就是一直鞏固了這個地位 天啊 然後就會習慣說 那我就是要成為班上最會畫畫的人 好厲害喔 所以你有讀科班嗎 沒有欸 我大概到高中都是讀普通高中 然後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我才去考那個北一大動畫系這樣子 嗯嗯嗯 在畫畫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你說你從國小就開始了 可是你家人有跟你講說 哎呀這個又吃不飽 穿不暖的 幹嘛做這一行 會有這樣子的阻礙嗎 其實還好欸我們家沒有在管我 嗯 你們家沒有在管你喔 沒有在管我 我為什麼會從小看漫畫 就是因為我爸媽 就是寒暑假的時候 就給我一千塊去儲值在租書店裡面 然後我就 對 一整個暑假就是這樣 一套一套租 然後租完再還回去再看 就是一整個寒暑假都是這樣過的 欸在租書店看漫畫的時候啊 你最在意的是它的封面 還是它的那個名稱 就是比如說書名 或者是它到底有幾本 然後你看不看得完 你是喜歡哪一款 嗯我通常 就是看到後面的時候 你已經看了一定程度的漫畫 你會想要看說 我想要看好看的 所以你會網上 會上網去查評價 然後就看別人推薦的 然後一套一套 把大家推薦的好看的 或是什麼 他們會稱為名作 或是一定要看得必看的東西 一套一套看完這樣子 很特別欸 算是一個很認真在看漫畫的人 而且是用認真的角度去看漫畫的人 我覺得應該只是我小時候 我爸媽不想讓我們出去玩 就是塞錢給我 然後讓我們去讀書店裡面 打發一整個暑假這樣子 這樣很省啊 你就不用帶小朋友出去玩 你就讓他在讀書店 他也不會跑出去亂搞這樣子 欸但畫漫畫 他不是會有很多的風格嗎 喔對 但是看了那麼多的風格當中 你要怎麼樣去知道自己的風格 是屬於哪一類型的 應該是先找到喜歡的 然後你就會想要去接近那個喜歡的東西 喔 但其實成長的過程中 會一直變來變去啊 因為像我 可能國小最小的時候 就是我們大家 都是一起看少年漫畫長大 就會有個少年漫畫的雜誌 所以大家每個人都是畫 跟裡面的角色一樣 就眼睛很大 或是我們就是 就是一直畫眼睛 就是畫眼睛是 在一個少女漫畫的小圈圈裡面 大家很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你什麼都不會畫沒關係 但你會畫眼睛 大家覺得你很厲害 少女漫畫的眼睛都是很亮亮的啊 就是充滿著各種的 呃 線條跟畫紋嘛 就是眼睛畫的好 對很漂亮 水水的漂亮的眼睛 然後大家就是畫這個就很開心了 畢竟眼睛是靈魂之衝嘛 對對對 而且少年漫畫的眼睛就是非常的可愛 所以大家就是從小 第一個畫的就是少年漫畫的眼睛 尤其是夢夢美少女雜誌裡面那種 呃很複雜的眼睛 然後接下來 可能你看多了之後 會發現說喔有少年漫畫開始流行 因為少年漫畫通常會 比少年漫畫更容易 就是讓小朋友帶動一個風潮 像鬼滅之刃 或是jump的那些少年漫畫 通常是比較容易帶動所謂的日本 叫什麼社會現象的這種程度的作品 比較多 那開始流行這些 像我那時候 國高中的時候流行死神啊 或是活影忍者這些的 一篇少年漫畫的作品 開始流傳了之後 大家也會想說 喔那我也想要畫這種感覺 就是它的影響力也會廣泛的 被流傳這樣子 對對對就是 你也通常過的都會遇到很多作品 然後你就是 呃會越來越知道說你喜歡什麼 然後可能會想要去接近你喜歡的東西 嗯 那你剛開始其實在open你有提到啊 就是你想要畫這個漫畫的主題或風格 是台灣人沒有的 那當初你在創造T字趴趴走的時候 你有想說 這個女生的名字是怎麼出來的 為什麼他要叫T字 他為什麼不要叫A字 B字之類的 我好像好像我跟來講過 就是T字的T是TinderT 嗯 或是你要說它是台灣的T 就是T也是可以啊 其實它就是有很多解釋 對 我覺得畫漫畫它不是會有很多的人物嗎 可是這些人物他們其實會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 你那時候設定的時候是做了多少的提議的調查 去決定要這個女生的面向是如何的 好像也不是特別做了提議的調查 就是生活中累積的經驗到最後你就是畫出這個東西 嗯 可能在大學那幾年就已經身邊就是有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你就是耳濡目染在這個環境之中 你接觸了很多人 然後他們的個性就是在生活中就是不斷的刺激你 然後最後你畫出作品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啊它長得這樣子 然後你事後去分析才發現說 它好像可能是受過某些影響它才變成這樣 懂了 倒不是先預設好說我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才去做天野調查然後才畫 比較像是我先畫畫完之後發現 啊好像應該是因為我有遇過這個人 所以我才畫出這個角色 好有趣喔 就是會有一些想法是事後去輸出來的這樣子 跟我想像很不一樣 我一直以為 像我之前有問寫小說的人 他們都是要很清楚的花很大量的時間去做人物的建立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剛剛聽起來好像它是 原本有一個內在的狀態是有一個型 大概一個型然後再把它畫出來 然後邊走邊看這樣子的狀況是嗎 嗯不過這應該跟每個人的創作習慣不太一樣 因為也可能有些人畫漫畫是需要大量的資料去輔佐 然後長出來有些人就是可能從 就是自然而然畫出來 然後事後再去做其他的補充之類的 每個人的狀態不太一樣 在畫的時候啊 因為它算是跟小時候不一樣 小時候就是你要畫白雪公主就給你一張白雪公主 你要畫鬼面之刃就給你一張鬼面之刃的東西 可是它是一本 它要變成是一個故事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編排 或者是在怎麼樣讓ABCD裡面的角色出來的時候 有去問過別人嗎 比如說我大概畫了一個七七八八成了 然後就問我身邊的朋友 或是問出版社的人 或是什麼的 有經過這樣子的程序嗎 嗯 我有試過就是 到後面 通常就是前面如果不卡關的話 我就會一口氣畫完 但是當我卡關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畫到一半的或是某個前半段部分 丟到我的IG線洞 然後所思人 然後就請我的朋友們來看 因為我還是讀動畫系的嘛 所以我的身邊還是有蠻多 就是我會把它當成專業的人 那他們可能看過的東西都比我多 或是都比我專業 所以他們都會幫 他們都給我蠻好的意見 就是每個人都給我很切入重點的意見 然後我就是收集大家意見之後再回來改這樣子 好棒欸 對啊 其實我就是 比起我自己的眼光 我更相信他們的眼光 哦 是嗎 對 因為其實我 當初畫的時候是很沒有自信 我想說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你說你自己在畫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會創造出來這個東西 因為當你在畫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很流暢的把它寫出來 畫出來這樣子 其實主要還是因為有人覺得好看 我才會有辦法畫下去 因為我第一畫完的時候 我那時候說2018年就畫完 但是我現在才出書 是因為我2018年畫完之後 我其實是有一種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把它畫出來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只是畫草稿 就是你看得懂這個故事 但是它的線條都很吵 很亂 然後那時候是我放在我的私人線洞上 給我的朋友看 然後我朋友們的反應很好 所以我才覺得說 他們都是很專業的人 然後他們反應很好 代表他可能真的有那個 資格被完成做一個作品 給更多人看 就更有信心 對 更有信心 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反應好 所以我才願意把它做完 不然我很容易半途而廢啊 就是可能 我以前在這之前也嘗試過畫漫畫 但是很常就是半途而廢 就是因為我 會被我自己那一關給卡住 我覺得說 這東西有需要被畫完 然後公諸於世嗎 它可不可以就是畫到現在這樣 我在我心中 我自己完成它就好了 它在我心中有一個完成 天啊 有一個位置 那我還要把它放出來給大家看嘛 可不可以 所以是因為那時候大家反應很好 然後第一畫反應很好 然後我畫完之後 好像給更多人看之後 大家反應也蠻好的 所以才會有第二畫第三畫第四畫 它其實不是一個一開始就決定好說 我要畫幾畫的過程 而是畫完第一畫 發現是大家反應蠻好的 我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繼續把它畫完這樣 算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耶 我沒有啊 但是是不是一個需要很多人肯定 你才有辦法知道 下一步要不要繼續做的人 哦 對啊 我可能就是 因為像有些創作者 我覺得他們都是 內心有蠻強大的能量 就是即使大家的反應 初期沒有很好 他們也可以就是一直堅持下去 然後把它做完 作為一個完整的作品 發表出來 我都覺得他們很厲害 因為他們就是 內心有一個很強大的能量 就是即使身邊沒有人 他們還是有辦法 就是忍耐那個創作的孤單 然後把它做完 但是我很需要別人跟我說 它是有價值 或是有必須做完的必要 我才會覺得說 好吧 那既然我都做了 頭都洗下去了 那就把它洗完好了 會比較像是這個狀態 所以像現在後來 出了這個作品之後 然後反應就更好了 而且後來就是 連日本也有買版權 這件事情有 你有嚇壞嗎 版權比較早一點 就是他們 在我放前幾話 我自己有試圖翻成日文版 然後就找人翻成日文版 之後放到網路上 那個時候就是有 希望可以達到這個結果 OK 所以那個時候 有被找的時候也是蠻 就當然比較 壓力士還蠻快到 蠻快進行到這個地步 事實上很快 對 然後後續的話 在台灣出事的反應 比較讓我驚訝 就是大家的反應蠻好的 就是因為像我們平常講 就是看漫畫圈子 其實在台灣相對 比較小眾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可能就是 台灣有在看漫畫的人 才會看這本書吧 OK 但是後來發現說 其實有些非漫畫 就平常不看漫畫 然後不買漫畫的人 他也有機會看到這本書 然後也表達上蠻喜歡 那就是蠻意外的 有一個收穫 是來自我們會講 圈外的人 有辦法去接受這本漫畫 這樣子 那當你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除了意外之外 有對自己的信心 開始慢慢的增加了嗎 沒有 壓力很大 為什麼 對 因為就是 你就發現說 有那麼多人要看 那你就不能夠 就不能夠隨便做 可是感覺 從你剛剛的談吐當中 就覺得你是一個 對自己很嚴謹的人 結果不是 好像就是 可能就是很極端吧 我發現的話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是個蠻極端 又很矛盾的人 所以可能聽起來 我好像很嚴謹 但實際上又這麼鬆散 然後又好像 又這麼 對自己 好像我對這個作品 還是有一個蠻高的期望跟標準 對 但是實際上又覺得說 好像壓力蠻大 又覺得說 有辦法達到 或是這個東西 有必要做到這個地步嗎 就是自己也是會在那邊 自己拉扯糾結 但其實 對 我就覺得還蠻矛盾的 但是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 而且之後也會成為 你創作的很重要的一些養分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 就是原本是自己畫嘛 然後 現在是學生時期 然後再來到了出社會 開始有一群人會陪著你 比如說出版社啊 他們會協助你 或是其他身邊的陸續人 進來的到你的生命裡頭 你會覺得 這跟你自己在創作上 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變化 跟影響嗎 當然是有人的意見喔 或是我覺得是專業的人的意見 能夠來協助這個作品 變得更好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畫到後面 你已經不知道你在畫什麼了 對對對 什麼 什麼意思 不都是這樣嗎 就是你寫到後面 你重複看 閱讀它太多次 以至於已經失去了 第一次當讀者 閱讀它的感覺 對對對 雖然它是你從你心中想出來 但是當你畫完第一次之後 你還要重新反覆去修改 去思考的時候 它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你就會一直覺得說 這個東西真的好看嗎 你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你需要仰賴其他人的意見 就是所有第一次看到的人 它的反應 然後你再會去分析說 喔原來大家看到這個東西的 第一次的反應是這樣 那我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 現在還是會持續的 就是放在私人的線道 然後讓你的朋友們看嗎 現在最近是還好 因為說我最近比較 是比較長畫另外一部作品 在那個CCC創作集上 這個平台連載的另外一部 漫畫四個叫做 無能戀愛諮商中心 然後這一部比較 是我現在 就是它是因為是雙軸跟 所以我現在比較時間都放在這邊 這部作品主要有編輯 所以我就會畫完之後 直接給編輯看 那就編輯給我意見 我在返修就好 就不會再放在網路上 給其他事前的朋友看這樣子 也比較像是專心創作在這個部分 對 就是變成說 我的意見來源就是對它就好 那我就把東西給它 除非我真的拿捏不定主意的時候 我才又可能放到網路上問大家 這個狀況比較發生在這個作品的前期 就是當它還沒有建立好它的故事脈絡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很慌 我也不知道這東西到底好不好看 因為我在連載初期 就是我還沒有把這個作品放上去平台之前 我已經準備了三四個月吧 然後那三四個月裡面我就是反覆的修 反覆的重弄 然後每次交搞出去都有一半被駁回 然後就重畫 然後一直不斷的在來回修改的過程中 我已經不知道我在畫什麼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 才會把東西放到網路上問大家說 阿這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裹這樣子 修改這件事情對你來講會是一個 比如說太好了我可以修改 因為我知道哪裡要修改 還是蛤為什麼要修改我覺得這樣很好 你是哪一種人 通常比較像是第二種 就是初期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像我現在講的是那個 溫的戀愛智商中心 這一部的在連載初期的時候 很常反覆的修改 然後我每次被要求 因為他們那時候修改都是我把檔案傳過去 用那個雲端傳 然後我回傳的時候 用PDF回傳 那PDF不是有那個備註功能嗎 他就會在需要改的地方 貼一個小memo備註說 這邊需要改 然後為什麼需要改 他就寫 然後我那時候都說 就因為我看不到那個人實體的表情 所以我變成說 只留下一些冷冰冰的回應 我覺得說他好兇 他是不是覺得這邊 就是他只會說 他可能就只會留下一些中性的評論 但是因為你看不到那個人的表情 跟你不知道是誰在改你的東西 所以你最後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很不滿意這邊 我這邊是不是真的很爛 所以他才要這樣留這樣子 所以因為你沒辦法 預測他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導致那時候就會 有點信心崩塌 就是說 我在怎麼畫 好像都沒辦法達到他的標準 我也不知道他的標準 是不是大家的標準 就是是不是讀者的反應 對 因為有時候 你會想說 編輯也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人 就是他也是 廣大讀者其中一人 所以你不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對於大家 也有可能有人覺得他有趣 但是編輯覺得不有趣 所以這是你很難去判定的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會一直覺得說 我為什麼一直要修改 然後就覺得很碰壁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 拿去網路上問其他 就是所思人 然後問其他人說 大家覺得這個好笑嗎 之類的 但是其實後來就是 當時當然有一點賭氣的行為 他就覺得說 我覺得很好笑啊 然後就拿去網路上給大家看 然後想要博得一些 認同 對 玻璃心想要人家去 幫你捧一下 但是事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本來這件事情 就是標準很不一定啊 因為有些人 當然會回你說他覺得很好 但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覺得他編輯講的是有道理的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就是 就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一個人就是 一個意見 所以就會有千百種意見 就沒想到聽到更多的意見 反正更煩 反正就是你沒辦法修改 就是 所以如果你收到意見 你需要修改 還是要你心中有個方向 你必須知道說 你要往哪邊修改 他如果意見是剛好講到 你需要修改那個方向的話 你才會知道 你就會去改 對對對 其實還是你心中還是要有個繩索 你不能夠全部依靠別人的意見 不然的話 每個人都加一點這個 就變大雜營 對啊 所以到後期的時候已經穩定了 我已經知道故事的調聽什麼 編輯也跟我磨合的差不多 就是他已經不會像我初期一樣 就是我教規定的稿數 然後最後就一半被駁回 這種情況已經沒有了 就是頂多就是一些措置修改 就變成說 微調部分變得很少 那就是你磨合了之後的結果 然後你也找到這個 你大概知道要怎麼樣去操作 因為你後續也放到平台上 你可以看到大家的 反應 對反應 所以就很明顯知道說 喔這邊原來大家會笑 喔這邊原來是可以的 那邊不行 那你就會自己會 你自己會想辦法調整啊 其實 剛有提到就是PDF上面的那個註記啊 那個小妹妹妹 他其實是只有看到字 他沒有看到人 你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很自在 很有安全感的嗎 嗯 相對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比 大家這種現場工作者 更有安全感一點 嗯 因為像我有些認識的學長 他們現在畢業之後 他們沒有話動 要去當網紅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會說 他們的路上的時候 就會被要求要合照 或是什麼的 後來就是當對他們 還是個素人 然後突然爆紅 他們就會覺得很有壓力 生活好像就是被其他人給掌握之類的 是 但他們應該也會磨合出自己的道路 但是對我們這種線下創作者來說 我們就是作品發表出去 然後他就 他就就是跟我們是 就是盡量 切割的嗎 盡量保持作者是跟作品切割的狀態 這樣是不是很幸福啊 你覺得 沒有我特別幸福 因為你去搜尋你的名字 還是看得到他在講你啊 對 其實就變成說你只是不會 以一個實體的面貌被他批判 但是你私底下去網路上搜尋 還會知道說 他還是在罵你 天啊 你是一個會上網去搜尋 自己的那個評價的人嗎 會啊 我還蠻常常 你是會的 而且這個作品因為他本身的性質 比較特殊 所以他當時發表的時候 在還沒出成書之前 網路上發表也是很多人在罵 就是那時候我就看 他說為什麼需要罵成這樣 可是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的 完全從頭到尾讀完嗎 不是 是他們本身對這個作品的性質 就很反感 你說主題嗎 還是說 對啊 像我現在講的就是 因為這部作品當初它 初期還沒有出成書的時候 在網路上我就是免費放給大家看 然後有一些人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作品是在宣揚 台女沛沛詞之類的 就是 因為像以前有一本書叫 白紋巴黎吧 那時候也是在 那本書反正它的意思就是 有一個女生叫楊雅清 然後她那時候在法國留學的時候 她做了一個攝影計畫 就是我要跟一百個男生接我 我記得我記得 她算是書吧 我記得她是有照片 她就是攝影計畫這樣子 然後她就叫白紋巴黎 然後那本書在PTT之類的那種 網路匿名平台上面被罵翻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為什麼她不去白紋一代 為什麼不去白紋貝律賓 真的假的 為什麼要跟一百個法國男生接吻 她是不是喜歡法國 她是不是從洋媚外 她的美語很幽默欸 OK 對 反正這族群一直在網路上 有一個數量的存在 然後他們這本書 又是他們新的一個標靶 在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她又是台灣女生去日本約炮 她就想說 為什麼台灣女生要去日本約炮 為什麼不在台灣約 是不是瞧不起台灣男生之類的 這個出版書要幫忙回應嗎 就不用了 那時候後來就沒了 因為後來發現 他們其實也只是一時興起 其實 對 我後來發現這本書出了 出了實體之後 反正這個聲音就慢慢的變小 沒有 消失了 對啊 可能網路上 因為我覺得也是因為他們膩了啦 就是一直罵眼 應該說他們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網路上 會罵的人 大家也都只是找一個 一時的情緒出口 他們也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一直持續的去攻擊你 所以大概就是罵一下 大家就換下一個目標罵 就是他不會一直罵 可是如果那時候這樣子講 起早的時候會很生氣 想這件事情就會生氣欸 會想說 幹你什麼事啊 就是 就是覺得很 那種問題啊 還不能知道對方是誰 一開始就覺得很驚訝 說怎麼會有人要 罵這個還罵這麼用力 對啊 這個點很怪啊 還不只發一篇 還要發好幾篇 那是說文字嗎 對啊對啊 就是在那種匿名版上 就發說 這本漫畫到底是怎樣 然後在那邊罵 然後還把我名字 跟照片縫收出來 天啊 但是後來就 我後來就發現 大家好像 就是熱度下降很快 大家就是膩了 然後也不想去管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也就 慢慢在發表後面的話術的時候 也就沒有什麼 波瀾 所以我想說那大家應該是 就是 就是大家散了 就是可能就 對 就是大家回家去了 那 除了這本書之後呢 對你自己的生命當中 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有讓你覺得太好了 我這輩子要一輩子都畫下去 或者是我接下來 還有什麼樣子的計畫 要跟大家分享 我 我應該說比較像是 我終於 做了一個交代的感覺 對誰 對誰 對那些 我之前網路上發表作品的時候 支持的那些人 因為我還沒有出成書之前 我就有些預告說 喔 之後有個蠻大的計畫 就會有好消息再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這個好消息大概成結一年 就是沒有什麼後續 最後後來終於出書的那一刻 終於發文那一刻就說 喔 我終於要出成書 大家就是可以去買這樣子 那時候終於覺得說 太好了 我不用被罵 說這是個騙人 就這樣子 為什麼是用一個反方向思考 我就想說 我終於把它做了斷 完成了 然後大家可以去買了 就不需要來問我說 喔 這個後續在哪裡 對對對 因為我那時候 就是畫到一半 然後放在網路上 那我畫一跑去畫連載 對 然後那一陣子就是沒有 就是這部梯子就沒有什麼消息 是 然後就偶爾會有人問我說 喔 那這個什麼時候要繼續畫 啊 後續在哪裡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先保密一下 等到出完書 再跟大家有個驚喜的感覺 對 那這個驚喜埋太久 我自己有點心虛 想說 好像都沒有跟大家分享 一個固定的公開進度 然後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都在偷懶 會覺得就是現在在網路連載 就是比如說在網路上發 發表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會透過比如說 Facebook的演算法這件事情 讓你會覺得 有點心虛意了嗎 還是不太會有這樣子的影響 嗯 其實還好欸 對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發表的時候 還算是沒有這麼慘的時候 就那個 就是流量還沒那麼慘 而且又後續 我就有點重心轉到IG去了 所以變成說 Facebook那邊的流量 我就是放佛心經營 就是大家有分享就分享 沒分享就算了 如果真的有心想要追蹤的話 你可以在IG 或是現實動態還是會定時更新這樣子 那貼文的部分就 有東西發 有些重要的東西要發的時候 例如說出新書 或是我新的作品 對 我才會發出來 對 那那個就叫佛系經營 就是不太會受那個流量影響 反正 而且我主要 現在主要的那個重心 還是放在連載的作品上面 所以就不是看FB的分享 說的是你直接來這個平台看 那你就直接看 那我看完之後可以看到你的反饋 就是你有留言 或是你的那個點閱書 或是你的分享書 我可以直接在那個平台上看到 那我就以平台為主這樣子 懂 我感覺是一個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可是又一下好像很有自信 一下又覺得很迷惘的一個人 感覺非常極端的很特別的骨子 然後梯子爬爬走這一本書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他剛開始 我還沒有想到他那麼好笑 我是看到剛開始想說 欸遇到了一個這樣子的人 然後這個人好特別 就是那個梯子很特別 然後就看看他就說 天啊第一個也太好笑吧 然後就沒想到 越看越下去就笑到翻掉 然後我室友住在隔壁間 然後他就開門就出來 就在我房間說 請問一下為什麼半夜要笑這麼大聲 然後我就說這個超好笑 然後你看 然後我就給他看 然後我就笑到翻掉 然後他就很冷冷的回應我 我就說好你改天再接我看 然後後來有一次他看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那邊 也笑得超大聲 我就說是不是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這本書大家如果 今年就是大家拿到的紅包 可以去買這本漫畫 因為今天非常謝謝 就是骨子跟我們分享 梯子爬爬走這本書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不是在聊這本書 不是很多時間在聊 怎麼畫漫畫 或者是漫畫人生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在新的一年啊 其實讓大家有一個 新的刺激跟啟發 骨子有說到 他說其實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啊 他其實並沒有想到說 這個作品他會呈現 什麼樣子的狀況 然後大家會不會喜歡 或者是他回想 到底會有多熱烈 這件事情就跟人生一樣 那在新的這一年 虎年呢 大家畢竟就是知道說 新的年就是要許下新的願望 虎年你有什麼樣的新的願望 是不是想要有新的刺激 就可以去看這本漫畫 我很想要講他是這本書 就超怪的 這本漫畫節奏非常的快 然後他其實非常的明朗 而且非常非常的娛樂性 跟非常的有喜感 因為裡面的風格 就像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他有可愛的 然後也有 那叫什麼 線條感嗎 但我現在還是不知道 隔行如隔山 好 線條感的嗎 就是色情 好色情 因為他還是成人漫畫 大家可能剛才聽介紹 可能會忘記 他其實是一個成人漫畫 對 他就是一個成人漫畫 有啊 我們剛剛其實 並不是有講到 約跑兩個字 喔對齁 但是我可能怕說 有些人還是以為說 會誤會 這個還是個可愛的漫畫 因為看封面蠻像少年漫畫的嘛 對 封面蠻像少年漫畫的嘛 對 封面蠻像少年漫畫 但是你知道他在下面的那個 喔 蘇妖這邊有寫 那如果妳不小心 就是被他的那個封面誤導的時候 在給妳的一些職子或子女看的時候 記得要先自己先拆開來看一下 要不然我怕他們會嚇壞 就是會說 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意思 怕死 對啊 這我覺得怕死他 但覺得很開心 可以看到這本漫畫 也希望大家在看這本漫畫的書的時候呢 會被他療癒到 最後骨子有沒有要跟大家分享的 或補充的地方 喔 就是這本書後來出書之後 比較特別的是它有一個道具的功能 就是很多人是買了它之後 還跟我回報說 他就是因為 例如說他有一個曖昧對象 然後他們已經就是 來他家六七次 對 但是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然後有一次問他說 要不要來家裡看漫畫 然後他就借他看這本梯子趴趴趴走 然後看完之後 他們就有做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之前都沒有任何的進展 所以這本漫畫 其實後來我收到很多投稿 是促成了蠻多的因緣嗎 或是家緣之類的 所以就是 就是讓更多人願意的去主動 不管是男生主動或女生主動 因為一般人可能就會想說 欸 也摸不清楚 到底女生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可是既然女生已經主動 就是男生就覺得 好像是這個意思吧 那我再進展看看 或是就是 大家靠這個漫畫去聊 然後聊到一些 擦槍走火的話題中 所以有辦法有機會 對對對 因為它的功能就是這樣 它雖然當漫畫是個搞笑漫畫 但是你也可以想像 還有其他更好用的功能 它可以就是你說 它是個暗示 對 你可以說 你要不要來我家看漫畫 比貓咪還要好用 貓咪沒有什麼用 真的嗎 貓咪沒什麼用 不然你就貓咪跟貓咪泡一起用啊 就說你要不要來我家看漫畫 然後還有貓咪 還有貓咪 很有趣欸 那新的一年呢 你有想要給大家 什麼樣子的祝福呢 或者有什麼新的期許 對你自己 喔 希望我可以畫完 我真的很卑微 我真的只希望我把東西畫完 這個都很難做到 這是一個出社會很久的人嗎 喔 也差不多幾年了吧 應該不到十年的人吧 不到十年 但是 怎麼會這麼悲觀 不是通常要出社會至少十年二十年 才會說 喔 希望我可以把工作做完 我今年可以過 就真的是聳了一口氣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的人 都蠻像這樣的欸 真的嗎 對啊 我身邊的人 大家都很厭世的覺得說 天啊 今年又過了一年了 喔 今年能夠過完就好了 好 人生來說充滿希望了 畢竟現在這一集呢 是大年初二好不好 大家還是要有一種一個期待感 因為不知道今年會怎麼過 所以希望大家 不管是有沒有看這本漫畫 因為畢竟你 我不知道你聽的人 到底有沒有滿十八歲 但是如果你滿十八歲 真的這本漫畫可以療癒到你 今天非常謝謝骨子可以來上節目 然後跟我們聊聊 然後雖然他是一個藏鏡人 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他真實的面貌 但我必須要說他真的是 非常的財貿雙全 是這樣子嗎 中文不太好 但應該是這個意思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聽 這一集求之不得 如果喜歡本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按下訂閱跟分享 以及上Apple Podcast留言 加上五顆星星 也非常歡迎大家可以透過贊助 給我們實質的支持 然後幫節目加一些藍料喔 那求之不得我們下次見 再次的感謝骨子 大家掰不 掰掰 有一個好沒兩好 有撈瓜也會撈暖 沒長過百味的日子 至少有體驗一些事 如果有什麼過不去的事 別太計較 求之不得 我們下次見